第十七课 人与自然 课文一 小夏和安娜在聊天气 小夏和安娜在聊天气 最近天气越来越凉快了 风一刮 草地上就会有一层厚厚的黄叶 看来秋天已经到了 这几天香山特别热闹 随着气温的降低 那里许多植物的叶子都由绿变黄或者变红 吸引了很多游客参观 咱们今天也去看看吧 你看天上的云 今天肯定有大雨 再说 香山上看红叶的人太多了 咱们改天去长城吧 广播里说那里也有不少专门看红叶的好地方 真可惜 我还想多照点香山的照片呢 去长城倒是一个好主意 那我们明天去吧 明天恐怕也不行 明天是我爸的生日 没关系 那我们再约时间 课文二 小林和小李在聊小李的狗 小林和小李在聊小李的狗 你的这只大黑狗 毛真漂亮 而且这么聪明 每次见了都想抱一抱它 狗是很聪明的动物 只要稍微花点时间教教它 它就能学会很多东西 听你这么一说 我现在也想养一只狗了 每次你让它干什么 它就像能听懂你的话一样去做 你教它是不是用了什么特别的方法 要让它完成一些任务 只教一次是不够的 应该耐心地一遍一遍地教给它 使它熟悉 然后它就会严格按照你的要求做了 看来没有想得那么容易 狗是我们的好朋友 它能听懂人的话 明白人的心情 在你心里难受的时候 它会一直陪着你 课文3 马克和小夏在聊动物 马克和小夏在聊动物 上个月我去了趟北京动物园 那里约有500种动物 听导游说北京动物园是亚洲最大的动物园之一 去年放暑假的时候 我也去过一次 我在那儿看了马 熊猫 老虎等动物 我特别喜欢熊猫 可惜它们当时大多在睡觉 我去的那天正赶上六一儿童节 许多父母带着孩子去动物园 入口处排队的人很多 动物园里热闹极了 熊猫们也变得特别活泼 我还给它们照了不少照片呢 大熊猫身子胖胖的 样子可爱极了 不过它们数量不多 现在全世界一共才有一千多只吧 以前只有中国有大熊猫 为了表示友好 从1957年开始 中国把大熊猫作为礼物 送给其他一些国家 现在很多国家的人们 在本国都能看到大熊猫了 不仅社会上的人与人之间有竞争 森林里的各种植物之间也有竞争 这一点也不奇怪 植物会为了阳光空气和水而竞争 一些高大的植物往往能获得更多的阳光 空气和水 而剩下的一些比较低矮的植物 就只能长在这些高大植物的下面 由于气候条件不同 世界各地植物叶子的样子也很不相同 在暖和水分比较多的地方 叶子往往长得又大又厚 在阳光特别厉害水分少的地方 叶子就会长得又细又长 地球上大约71%的地方是蓝色的海洋 在美丽的海底世界里 生活着各种各样的植物和动物 我们小时候都听过美人鱼的故事 其实真正的海底世界比故事里写得更美 科学研究发现 海洋底部看上去非常安静 然而却不是一点声音也没有 海底的动物们一直在说话 只不过人的耳朵是听不到的 另外 就算在几公里深的海底 也仍然能看到东西 许多鱼会发出各种颜色的亮光 像一个个排列起来的灯 美极了 就像在梦里一样 在梦里一样